澎湖县主委被华轮溜冰竞标赛 即全国代表队选拔赛 在直排轮练习场热闹展开 吸引不少选手来参与竞技 周末的早晨艳阳高照 直排轮练习场为户外场地 小朋友在父母的陪伴下 尽情的在华轮场上标速 不少家长在场边观赛 为小选手加油 准备 准备 教育处副处长李靖兰 议长陈玉仁 议员许国正等人 也相当关心道场与惠敏腔宣布 华轮溜冰竞赛的开始 且欣赏选手们的溜冰美技 议长陈玉仁更表示 他会尽数请宪府规划 一座符合标准的溜冰场 我想现在直排轮场地 用这个临时的直排轮场 给各位选手小朋友们去比赛 那国民运动中心原本有规划 直排轮场 那目前招标不出去 那县府的预备动作 可能在其他地方 在循例快递 盖标准的直排轮场 那我们议会 也是坚持这个原则 希望盖一座标准的直排轮场 不管未来小巨蛋 国民运动中心有没有发包出去 我们也希望这个直排轮场 有一个标准场地 可以培养更多的未来澎湖的果手 我想直排轮这个项目在澎湖 很有机会大力发展 甚至未来培养出更多的果手 那我们也是全力支持 这个预备动赛事 主办单位 希望借由活动倡导全民体育风气 及提升澎湖溜冰水准 其免选手们超越自己 再创夹击 为自己 学校 县市争取最高荣誉 记者 陈荣誉报道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